前两天花友寄过来一盆黄羊,然后呢 我什么都没有用,有的话我说为什么呀 首先 大家一定要回想一下当时呢他这个换盆的时候 小灰应该是记载的就是 他一一边是加了土另一边是没有加土 然后呢他中间的那个护心土呢是泥巴的 然后这之后用的是椰康 第三个呢他没有修剪过 也失了一点点的肥,但是没有修剪 然后呢我就开始给他收拾 我做了一下 大范围的一个修剪,这是现在的样子的,之前的时候来的是密密麻麻 不好看,我给他讲讲的经典了一下 有人就问我的老花依 你是一个卖盆的卖药的卖肥的 你怎么这回什么都没用 其实我跟大家说不论是什么样的植物 他就是在他的原生态 因为在自己老家嘛 会生长的更加的哇塞 你什么都不用用 像现在我们这种气候 也不冷 也是大概有个二十六七度以上 这两天呢又老是阴天 空气湿度又很高 最好最好的就是这种自然环境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像云南啊 贵州啊 就是四川 在那种山上有个树枝掉下来 就是说比方说被风刮断了 掉到地上 它自己它都能长根 自己都能生长 对呀 植物它其实 很强大的 咱们 能够做到的就给它一个最好 最适应它的一个 环境 你看现在这个环境就很适合 我们就可以不借助外力 就靠它自己 就完全可以啊 我们只需要给它 洗洗根换换换土 弄上一份好土 让它出来淋一淋雨 你看 对吧 它不是现在也在长新芽吗 也不长得也挺好的吗 之所以之前的时候不停的去用药啊 是因为什么呢 一个是光照太强 我们不能拿出来 我们要在室内 在室内的话 又会通风不好 就会用药防止烂根 或者之前花友们弄的不行 已经烂根了 要用一些药抑制 它这个本身就是很健康 只是欠缺修剪和造型 以及重新翻翻新土 那你 我不能说是这动不动也嘎呀 还用上 这回你怎么没有生根叶啊 生根叶这个东西 它只是一个辅助作用 只是一个助力 就是退一把 对吧 就像我骑自行车 有时候我一开始骑的不好 小灰在后边帮我扶着点 我骑的好了 我骑的快了 小灰还在后边 在干啥 那是要奴役小灰啊 对吧 懂了吗 这个道理明白了吗 其实就是在追寻一种大自然 这些好的花友养不好 并不是你用的肥不行 你用的这不行那不行 就你的环境不行 对吧 下完雨之后 还要来一遍杀菌吗 下完雨之后看它的一个长势吧 黄羊它一般不爱生什么病重害的 可能就是 咱们这边会连续阴个七八天 就一直放在这就行了 七八天之后呢 到时候看看情况 用一遍杀菌 或者补一遍肥料就行了 因为它又长根了 恢复正常了 做一下杀菌和这个 施肥就行了 别的没杀 这种黄掉的这些个老叶 你看没还要再进行这种揪一揪 要不然再在上面带着也是不好 有时间就是要没事就修剪的玩 盆景就这样 没事拿个小剪刀一点一点剪的玩 很好玩的 可玩性很高 所以说很多人喜欢养盆景 黄羊呢发芽子又多 非常适合新手 别的没啥了 这个黄羊 其实盆景 你只要把这个 我这几个黄羊的视频 刺透了 你养盆景就基本上算入门了 算入门了 其实养花并没有多难 我这 拍了几年的视频 基本上 你们看个几十个 你会发现都是大同小异 养花没有多难 好吗 想要寄养的 臭宝的私心后抬 老花姨不要钱 但是运费自己出 关键的一点是养死不配 我老花姨 养了这种 你就不再去点个赞 来啦